我叫强哥 我是一只北京女艾 我出生在北京周周县上的正阳门 我们是一鸟 飞行速度极快 但只有从高处向下落的时候 才能展翅飞翔 因此我们生活在高大的城楼上 正阳门是北京周周县上最宏伟的城门 它高达43.65米 我们北京女艾在这里已经住了600多年了 北京人很多人是在女艾的叫声中成长的 大概从2017年的8月份开始 我们针路去观测去研究羽燕 羽燕一般从那个角进去 那个船子那个缝里头 它从那这么着 这么进去 这样的羽燕在正阳门城楼上 去住自己的巢穴 要一个移带一道繁衍的生姓 这个小窝是我的家 工作人员在旁边装了 电视摄像头 喝茶也教我们的生活 也保护着我们的家 有一天 他们感觉 我在窝里长大 他们家房子都没了 强哥卢啊 突然从监控里看不见了 我们就赶快上去找 咬我呗 好 跟窝一块 跟窝一块砍在那儿 快上来 喝茶绳它就缠住了小鱼压的脚了 将近31个小时 当我们发现了腿已经准胀了 很厉害了 我们赶快就给它 往个生动救护中心送过去 现在状态还可以 可能以后放肚以后 捕食能力当时应该不会 也差太多 但是住床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放飞的时候 担心它能不能飞到 但是看它那个坚定的眼神 我们都特别受感动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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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鱼 真是身残心不残 都知道拼搏 都知道去努力奋斗 我们是唯一用北京命名的鸟类 1870年 生物学家在北京第一次踩到我们的标本 又把我们命名为北京宇宴 其实我们每年都要迁徙 7月我们离开正阳门 4月才回来 它这迁徙的路线特别巧 咱们还从新疆出境 沿着中亚这五国出去 沿着鸿海 最后到南非 它跟咱们古丝绸之路几乎是相近的 它可以作为我们的一带一路 和生态文化的大使 它每回来一年 我们就在这记载一点 我们北京宇宴和正阳门 相伴了600年 在这600年中 我们还在跟宇宴共同成长